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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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看到 今天現場真的不是我在吹牛 如果你要講說最好的一所大學 我一定會告訴你是淡大 如果說你淡大哪一個部分最好 我一定會說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今天來了 你看 有沒有看到 我們人緣就從這裡來的嘛 你好會巴結喔你 對 而且他們還有口號 好 厲害了 我們聽聽看好不好 預備 7 1 2 3 來 謝謝 我喜歡 謝謝 把我跟陳琳放在哪 我懷疑憲哥你是不是說買那個黃衣男 來… 男友會董事在美國 董事哈佛大學 他是一樣的 好 對… 他很多哈佛不唸 他就到藍友會來唸這個淡大 這樣爽嗎 這樣 好 爽了 好 你看難怪我們都是大學生在看的嘛 那你得乳癌啦 你得乳癌啦 你得乳癌 沒有 這個講到一個重點了 這個要講一下 對 對 因為這個月呢可以說是防治乳癌的那個月份 其實要做得很簡單 洗完澡 沒錯 拍… 有沒有小硬塊 不是拍的是要用指腹按 對 要摸的 戳… 對 而且我不是按… 按… 男生得乳癌的機會也是有的喔 對 其實我看你應該有幾…第一期了吧 我想 這什麼話的時候 我跟榮祥談過這個事情 對 那麼他男生也有會就是也會得到機會 我們希望大家重視這個問題 對 因為預防勝於治療 你不用啦 那是有才要預防嗎 沒有 你怕什麼這個 好 這種中間就快有空的好不好 真的 是…OK的…夠用就好 什麼OK的 你覺得這樣很安 你腿夠用就好 對啊 說得好啊 我那個像話嘛 我覺得還不錯了好不好 今天我們後面那一段 剛好跟身高有問題 大家好好特別注意 好不好 先介紹我們的來賓 今天 第一位不得了的講到腿啊 人類他最長啦 今天他不走台步的話我孫子啊我 孫子 他真的不走台步 他只站到旁邊給我們看一下王凱蒂 歡迎 哈囉 大家好 請… 這邊… 這邊… Oh my goodness 走台步啦 走… 好 來 走台步…好不好 來… 謝謝 各位女士們 為我們大家介紹王凱蒂小姐 Yo Kerry 竹竿般的身材 但是走起台步來 阿諾多姿 那個腿的比例你看看 厲害… 停… 我覺得我還是不要在妳旁邊好了 對啊 我就是想說妳在旁邊 憲哥要仰頭望妳耶 我告訴妳…這麼漂亮的女生 最後她嫁的老公一定是光頭大肚皮 為什麼 有錢人啊 要不然身高不高啊對不對 憲哥你… 憲哥你… 他的小腿比例差不多是你整條腿耶 一定要拿我們做比較慢 你身高幾公分啊 170 170好看 標準喔 其實也沒有很高 對… 是跟你一樣嗎 一樣喔 我一直… 沒有 他158號稱自己172 我也158 也號稱的太號稱嘛 壓上頭髮跟鞋子之後 對啊 不錯…有沒有拿名的 沒有 你今年幾歲啊 18 然後即將邁入19 天啊 好樣喔 18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18歲對不對 將來嫁的老公 年紀差不多就在這邊 好不好 也就剩下這幾個可以挑 喜歡哪一類型男生 就是老實型 不要說謊 不要說謊 那你現在 在現在這個時代應該很難找到了吧 對啊 男生真的還蠻難找到的 拜託 男生說謊王 但是我跟你講 你們不要這麼說 男人是畜生 女人偏愛小動物 女人要有機會 真的… 女孩年紀太小 將來女會短好不好 好… 好… 再給她掌聲鼓勵好不好 謝謝… 好漂亮 一站出來 我們都變矮都花了耶 你們會不會很嫉妒她 像那這樣漂亮的女生 不會啊 我嬌小有虎嬌小的對不對 可愛嗎 有對… 那個子高有高的好嗎 矮有矮的壞 是不是啊 好 有哪裡好啊 我們要難過 對啊 沒關係 是… 這講到人類的話 對不對 第一位好好介紹 人類的獅子 厲害了 那一天突然間在東區啊 看見她在買麵 就覺得好感動她 會站起來買麵了是不是 什麼東西想到殘障啊 歡迎金剛 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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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金剛也是最近戲拍得好多 不是 那個是之前拍的 之前拍的 現在是節目 現在節目 有什麼節目介紹 就是一個交友節目 比如說我們請一個女生 然後就請三個男生來 然後他們就自己選擇 時尚的內容 對啊 聽起來好普通喔 這家大哥 有沒有比較 比較有創意的部分 但是現在時代不一樣 來的人也不同對不對 對… 有些真的很趕 真的很趕 現在女生比較趕還是男生 其實都很趕 都很趕 他們都住比較遠啊 來到現場都很趕 味道啊 好趕喔 很趕 此感悲彼感 所以他們那個尺度 都已經很寬大了 很寬 然後上次還有發現那個 比基尼掉下來 他有灑掉 他比基尼裡面穿高領毛衣 不是… 好 來介紹我們的潘慧如 潘慧如 潘慧如 大家好 大家好 厲害 是不是瘦啦你 很瘦 瘦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拍戲啊 然後做一些活動 拍戲可以瘦 為什麼我拍戲總是胖了 很奇怪耶 你們的可能同時辦得太好了 不是 因為你是主角 我是配角 所以配角都在等 等人在再說一說 妳還太客氣了 我們這個人這麼客氣 從香港回來台灣 現在適應了沒有 已經回來很久了 回來很久了 他在廣東一帶是最紅的 廣東最紅 那我不一樣 我們是整個中國都紅 喂 好臭屁耶 你這個人 好臭屁喔 憲哥 好臭屁喔 好 還有兩位帥哥一起介紹 段君豪 鄭凱中 歡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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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鄭凱中 你們剛剛有一黑一白耶 對啊 兩位介紹一下 你們的 是有什麼新戲或什麼 我剛拍完一部 公共電視的連續劇 然後現在 剛剛跟慧如還有凱中 做完一個雅虎的活動 小豪他接的戲都非常好耶 對… 他的演技真的是相當棒 對 妳還沒有什麼 很想挑戰的角色 我想要演喜劇 真的 喜劇是全世界最難的 對…尤其喜劇的電影 那是很難上加難 那麼短時間 要讓觀眾笑真是不容易 我拍過10 但是都不好笑啊 不好笑啦 我還當過導演神探兩個大 妳是女主角耶 我看到報紙在預告 然後我看到報紙一直笑耶 這… 妳什麼態度啊 妳這樣對得起導演我嗎 畢竟她是女主角之一啊 真的假的 那個戲還不錯啦 還好就是我沒認識憲哥 對啊 不然你也是 你也會被玷污啊 我在台灣有香港王家衛之稱 拍的都很模糊嗎 是不是吳爸爸吳媽媽這樣稱呼你 是啊… 就你自己的爸爸 你都不知道是不是 親戚都這樣講 沒有啦 還能好笑的 下一天我找你了 好不好 憲哥 下一部戲我幫你 可不可以幫忙當劇 憲哥 如果我是劉德華先生男主角 我一定幫你 真的嗎 我跟你講他就會自己假扮成老豆啊 我已經開始練習 慢慢開始練習 他的笑聲啊 練習沒有 呵呵 哥哥 這次我又贏了 好不像喔 他不像是吧 還有一位一起來介紹我們夏語蕎 歡迎 回娘家 唉唷 俏俏回娘家 漂亮耶 好可愛 對 而且今天啦 相當難得穿起了低胸的衣服 而且必須要再強調他名字已經改了 對 我現在改了 是改中間那個魚 鳳凰魚飛的魚 為什麼要改呢 因為好像就是長輩們覺得這個比較好 有去算過 東方人還是會信這個 對啦 因為他剛進演藝圈 其實從我們節目出來 一開始不太順利 那麼我們在這裡 希望他將來慢慢習慣 他不會啊 他其實滿順利的啊 他一開始國中的時候就很亮眼了 是嗎 對啊 好… 相當好 沒有 全部給他們熱情再掌聲一次好不好 謝謝他們 馬上進入咱們第一單元叫做 真的假不了 好 厲害了 那麼第一位跟兩位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 絕對有關係 先請她出來 王玉芳小姐 歡迎 王玉芳 53歲 台中人 嗨… 跟大家給哈囉一下 看起來就有意象 她走出來有一種飄逸的感覺 對啊 但她有一個特殊的功能 要不讓大家來猜一下 可以幫大家豐胸 就讓咪咪長大 豐胸有很多方法 她用的是什麼方法 看妳 好難猜喔 妳怎麼嚇了一下 對 我還沒有想好 點穴 點穴 嚇死我了 不來的 金剛用西的吧 不是 等一下 不是啦 不是啦 用那個啦 就是工具啦 通馬桶那種 真的有 可是那個很久以前就有了 就躺著拿兩隻通馬桶那種塞 沒有那麼那個啦 就是用西的啦 我知道有一種欠缺 對… 厲害… 對… 大型拔罐 妳可能A片看多了 台中人 妳覺得是嗎 我覺得我媽媽教過我是說 男生的手是有一種荷爾蒙的 所以去找個男人就可以了 好 我媽 找個男的 我幫你嗎 我幫人 喂 來 余喬 用擠的 用壓的 就是用 對 就是一直用 然後它就會變大 家裡開牧場嗎 對 你當乳牛啊 錯 請問妳用什麼方法 可以讓咪咪變大 我用催眠 用催眠 就是我好大啊 我好大啊 我好大這樣 自己騙自己嗎 然後其實根本沒有變大 但那個被催眠者本身就已經 永遠一輩子都覺得自己是大兄 然後去買那一還要買低的 然後其實很空 還穿得 很滿這樣 兩位聊完了嘛 兩位 妳什麼態度啊 自講自爽啊 妳人家老師都沒講 真的是運用心理作用嗎 相當的 對 用心理去影響到妳的生理 但是的確會這樣嗎 就真的會變大 是真的變大 還是那個 他自己就以為自己變大 其實沒有 因為相信 所以它真的有大的效果 眼睛看起來會變大嗎 如果妳是真的 今天麻煩兩位 好不好 久病 我覺得還OK好不好 說直接貼OK棒 妳怎麼知道 有 好 那麼這個經驗兩年 20分鐘大一吋 一吋很大耶 3公分 2.54公分 1吋2.54公分沒錯 真的嗎 因人而異 大部分 都有真大的感覺 那持久嗎 它的原理是 原理是刺激妳 生理上面的一些現象 帶到妳自己的內心裡面去 因為心理刺激了妳的生理 其實有道理 對 因為身心除了1啦對不對 有的時候人家說心情不好的時候 也比較容易生病 有人竟然他從A罩杯 升級到C罩杯 怎麼可能 天啊 A到C有點誇張耶 對 他因為他自己相信 他願意結束 老師你這個學了多久 我學了五年多了 五年多 那是在台灣學的嗎 對 講話好平靜 對 他算是屬於那種很飄逸那一種 他講的就不然被吹 然後跟大家告一 謝謝 再見 啊 啊 啊 然後就不見了那一種 化成煙霧 中元節剛過 閣下沒有回去了 來,凱蒂 妳一定有問題想發揮 我覺得就是我還滿沒辦法相信的 因為如果用催眠胸部就可以變大 那催眠也可以瘦囉 頭髮也可以變長囉 妳好Man喔今天 身體 感冒 可以讓頭髮變長嗎 我告訴妳 在日本 在日本就有某一個人 12345先生 然後他本身就發明了一個 電話鈴聲 能有風凶效果的 好扯喔 很扯 但是呢,現在好幾十萬人 我知道那個手機的鈴聲 弄的 你胸部很大 你胸部很大這樣子嗎 隨時聽憲哥 那你去弄一個 我腿很長 真的嗎 何必欺騙自己呢 或是我頭很小的 金剛有什麼問題發生 那老師,為什麼請問一下 你有對自己實驗過嗎 這倒實驗 這個我倒沒有試過 但是我跟你講 這一點我替老師回答了 算命老師是不能算自己的命的 有吹過幫那個男生想要變大 有 我幫凱仲問了 有 有 你是不是肌肉變大那樣子是不是 還是他真的想要變女生 不是,他只是好奇 背板寬闊 他認為說 等於是跟著來的 女生可以變大 男生可以嗎 那他大了嗎 他後來是那種肉肉的還是肌肉 脹脹的 脹脹的 他就覺得他的胸部開始發育 好可怕 好可怕 瑜喬,來,你覺得有什麼問題 那你的那種催眠 就跟一般我們看到以前那種大胃 就是那種 就是反正就是那種 什麼懷表在前面這樣 然後就睡著那樣子 鐘擺 對啊 是那樣子嗎 這個也是技巧之一 那你就真的在他耳邊說 你胸部很大... 是這樣 是真的嗎 你肩挺 你肩挺 真的 集中 好大 好大 頭就有A罩杯耶 好大 那好噁好不好 那好恐怖 胸口兩個 沒事 而且有人以為睡月久 催眠久一點就會變更大 所以故意不醒來 有這種事嗎 真的嗎 對 就賴床 他覺得好像應該有那種感覺了 他可以再撐下去是不是更大 其實沒有 對啊 好 這個問題到這裡 你們自己判斷搞不好是假的 1號來自台中的王愉芳 靠著神奇催眠術幫人豐胸 觀眾朋友們你相信嗎 接著下來是一段影片兒 各位 影片也能出題哦 我告訴你 影片出題有什麼好稀奇 電腦都能選花生 那我們來出這個題目 好 來看一下 請看 來 根據大自然的定律 一般魚類只能生存在26到28度的水溫當中 但是你相信 世界上居然有魚可以生活在40度C的高溫當中嗎 觀眾朋友們 你相信嗎 40度耶 各位 我不相信 40度 一般的水溫 你很難超過20度就已經算高了 40度 烤魚 是不是把魚湯拿來再熱一下 對 已經見鬼了 但是魚要活的 是活魚 剛剛我們有人就問說 牠是不是唐觸魚啊 當然不是啦 一定要活的 死掉的不算 有疑問 你可以問我 凱莉 魚有來嗎 魚會來的 如果是真的 牠會來 或者給你一段影片 要知道40度 連我們人都會受不了 很熱 對啊,牠不是都熟了 等於是在溫泉啊 溫泉一般來講43度 今天只選一個假的嗎 是啊 你... 你剛剛出道是吧 今天只選一個假的 可是我們常常三個都看起來很假 對啊 因為一號跟二號都覺得還滿假的 真的啊 因為講到年紀 很假的 已經尷尬你了 是大隻小隻的 都有 大隻就是小隻長大啊 沒有,像跟鯊魚啊 跟鯨魚啊 那是大小不一樣 有沒有這種魚 有 就螢幕是這樣 四十度耶 來 瞧瞧 應該有吧 反正海底那麼大 什麼東西都有 無奇不有對不對 對,火山口都有生物 是不是啊 對啊 對啊 所以這個很厲害了 你就住那附近吧 世界上有一種魚 那個生存在高溫 四十度C以上的水中 觀眾朋友們,你相信嗎 接著下來是第三個 好不好 一起來歡迎我們林津和先生 歡迎 林津和31歲,台北人 帥哥 人活啊 你好 非常多 你好… 你本身是一個攝影師 是 那本身他拍攝的對象很特別 如果你猜得到的話 我們是小狗 好不好 什麼叫門呢 我們就好了 他拍攝的對象很特別 很對象很特別 是拍哪一種人 可以說 對 給你一個很大的提示 可以說代表台灣的一種 政治人物 厲害 金剛的答案 有一點恐怖 我真的愛你 代表台灣嗎 每國都有啦 各國都有 小慧,你覺得他拍的是什麼人 人腰嗎 人腰 人腰 你以為這裡是泰國嗎 對啊 君豪 拍動物 人啦 你說什麼人 活椅嗎 活椅進攻 什麼動物 男人 也是一個很好的話題 你知道嗎 瑜伽 究竟三號林金河拍攝的對象是什麼人呢 美女身高不夠高的困擾是 學打爵士鼓喔 天啊 腳踩不到踏板 誰都沒有大鼓聲音 對啊 那不是跟詠沛電池那一隻 喜歡 好可愛啊 他喜歡的運動是 各位,喜歡打撞球 但是他都只能用猜的球在哪裡 亂講 看不到球桌 是一個好笑 瑜伽 有個檳榔西施感 為什麼會這麼認為呢 因為台灣又很有代表性 因為好像在國外 都沒有看到檳榔西施 可以不要這麼聰明 好厲害 主題有愛 告訴大家你拍的是什麼 檳榔西施 好聰明喔 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的經驗三年 你已經拍了三年了 是 那拍了幾位 80位 那一位要拍多久 怎麼拍了三年 因為我那個 大部分的時間都有是正常的 那你有去檢查有沒有口腔癌 沒有啊,沒有吃檳榔 你不吃就毛起來拍這樣 對,因為他們鮮豔的衣桌色彩 就是吸引我的注意 我想用我的 在我的鏡頭底下 可以把他們的那個 就是自己的個性 拍出來 對,要增加出來 你覺得這很好耶 可以給國外的人看看 如果真的拍得很漂亮的話 就是拍得很有那種感覺 但是你認為這是一種藝術嗎 是啊 還是色情 藝術 但我們看不出來 不是 因為我們還沒看到啊 是 那我想要問一下 你在拍他們的時候 是有跟他們溝通的 然後要到棚裡拍 還是你就躲在旁邊 拍他們最真實的樣子 其實前...就是前一段時間 就是剛拍他們一段時間 兩三個月 我都是用偷偷拍的 就比如說 我自己開車 在一個小床庫那邊拍 看那個就是客人大部分來 都停在哪個位置 那檳榔西是下來的 固定的地方在那邊 你就拍他 對啊,有一次就... 那你本身是狗仔隊嗎 蛤 對,有一次那個 B1C發行到我 就是找他們老闆人 對,有被威脅、恐嚇過 老闆一般都是黑道 就應該是感覺比較兇一點 其實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覺得他們還滿和善的 對 有很多黑道都很和善 嗯 沒有啦 對,而且他很客氣啦 一過來 年輕人,我可以刺你一刀嗎 好,沒有 小朋友 對,好像很恐怖了,你知道嗎 那我想要問一下那個 你平常現在在做的工作是什麼 我目前從事高屏行業 這麼不搭啊 高屏業 但是這個根本是你自己想欣賞 這些檳榔西是 就是它檳榔西算是我們台灣 一個特有文化的一個服務者 而且你很喜歡他們的色彩 你發覺檳榔西是越南部越露 年紀越輕 對啊 曾經拍過最年輕是幾歲 十五歲 十五歲啊 天啊,都還沒有掌棋 對 有的檳榔西是 好可憐哦 十五歲就出來 對啊,這樣子拋頭露面的 其實他們光鮮的外表之下 其實後面 有的是要一肩扛棋架的重擔 一定很辛苦 那凱蒂一定有問題 對啊,可以記錄一些文字 對 就有沒有因此跟家人或朋友吵架 因為高屏業還滿傳統的嘛 是啊,那是我個人的興趣 你說他家人耶 你有沒有女朋友 有 不會 是檳榔西是嗎 不是 就是 他目前有工作 倒不會去想要這個問題 還是不希望女朋友被客人看 你回答得好認真喔 還真假的 對 還是不希望女朋友給客人看啊 摸啊 對啊 那來,盡量盡量 我想 我想請問一下 你是這樣全省這樣跑對不對 對 那請問哪一區最辣 五 那你剛剛是那區嗎 完全禁剛的問題 對 沒有 桃園一帶曾經滿辣的 桃園 桃園 我們大部分 像台北的話 它都比較走起司 就比較有起司方面 比如說它的穿著有穿起跑式 像三峽就有到附近 他們冰檔攤裡面一個特色 冰檔攤名字比較記憶深刻了 內吳有一家叫出來 來,冰檔 真的,叫出來冰檔 台中有一家含著我 含著我冰檔 對,我唱歌 你有沒有考慮過 把你那個糕餅 置入到冰檔攤裡面賣 這個應該糕餅的行業會不是很好 有點怪 對,不太搭的兩個行業 其實也滿創新的 idea 搞不好他們以後就不用賣冰檔了 因為冰檔會苦腔癌 對水土不好 以後就會糕餅辣妹 你就找一些去你們店裡 當糕餅辣妹嗎 對啊 因為他那個薪水不一樣 他們兩個的話聽聽就算了 有 來,余喬 你有沒有拍過那種很多走光的 因為他們穿那麼短 應該常常走光 最辣,辣到什麼程度 我最辣拍過就是 還是3.4的 就是 但是又裡面全裸的 這個我倒是 好想看 他就是穿到沙就跑出來 裡面全裸 內褲都沒穿嗎 對,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那不就有 尺度好寬哦 我們本來要回來台北開會 後來沒有開嘛 在那裡繞了十六圈 那有錢看嗎 再一包 這又買了一箱是不是 有沒有看過那種 就是隱隱約會看過 再一包 就這樣 3號林金河 是一位最喜歡拍攝 檳榔西施的人哦 觀眾朋友們,你相信嗎 究竟以上三位 誰說的是假的呢 觀眾朋友們啊 我們快來猜猜看吧 覺得1號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之前就說 我還滿沒辦法接受的啊 因為就是如果催眠可以的話 那什麼事就是... 就是... 都可以透過催眠 就是龍翔都可以瘦了 對 還可以用催眠龍鼻啊 對啊 變霜眼皮啊 就金剛都可以變成 眼睛很大 了解,金剛 2號 為什麼 魚不對 為什麼 不是啊 哪有人可以活在四十度當中的 魚啦 不可能 而且魚還穿花襯衫,你看看 大頭魚 所以你覺得... 沒可能 不會 不可能 來,小蕙 1號 也是1號,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催眠這種東西 我覺得那是... 只是心理上的作用 並不是真的能夠看到它變大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為什麼現在整形那麼盛行 OK,不想起 來,兩位 1號 為什麼 講話滿恐怖的 你講話說 因為不可能只是催眠 這樣講講兩句就會變大嘛 催眠是一個很放鬆的東西嘛 對啊,不可能說 胸部變大 胸部變大就會變大 我覺得不太可能 對 你剛剛這樣一比,段君豪 左邊這樣變大 厲害,來,宇喬,宇喬 我也選1號 而且我覺得他剛剛講話 一直很閃爍 一直問他什麼,他就說 了解 來賓猜測的結果 多數認為1號說的是假的 究竟答案是誰呢 我們快點回縫內答案揭曉囉 到處,5秒 5 4 3 2 1 請揭曉 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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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 我以為是魚是假的耶 對 輕騙大家 真的是3號是假的啊 你騙人 得下是什麼工作啊 他是歷屆來最會騙的一位 不是,主要是他外貌具備有騙人的特色 所以你真的是高餅店的嗎 對啊 而且你知道他講話緊張 你會以為說他是因為 就平常很害羞會拍照 所以也不太善於表達 就他真的是高餅店師傅耶 他全師傅啊 各位,真的是這樣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行業是真的有其人 只是他沒有來到節目當中 我之前有看過新聞也有介紹過 他真的是拍完全台灣的這些檳榔西師 而且我們還拍到他的VCR 所以有沒有 誰的VCR 就是真正的那一位 真正的攝影師 一起來看看好不好 請看 檳榔西師的攝廊 觀眾朋友們,你知道嗎 在台灣真的有一位 以北中南檳榔西師為奇才的攝影師 當初拍攝的出發點 是認為檳榔西師是台灣特有的文化 一開始,由於溝通的困難度 所以幾乎都以偷拍的方式 來完成他的作品 不過,不久之後 他卻改以呈現作品的方式表達意願 而經過溝通 他也如願前前後後拍下了 80多位檳榔西師呢 現在就讓我們來一睹 他對檳榔西師的印象解讀吧 這是他拍過最小的檳榔西師 才15歲喔 而幾乎走遍各大交流道的他 對於檳榔西師 已經產生一股熟悉感 也陸陸續續拍攝出各種不同的 西式風采 嬌艷的表情 以及色彩豐富的服裝造型 在他的鏡頭下 都捕捉到最屬於那台灣的 短暫美麗 你瞧 每張作品是不是都很有味道呢 所以那本書是真正有的 真有其人 我剛剛看到好多美女喔 根本就是有這本書叫 片刻濃妝 大家想看的話 可以稍微去這個書店裡面 去找一下 有人摳妳是吧 沒有啦 要叫妳送糕餅了是不是 沒有啦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麻煩你說謊了 謝謝 那條魚好不好 好 真的有啊 40度的魚啊 怎麼可能呢 不可能 因為水都那麼燙 怎麼可能長魚呢 對啊 一起看看好不好 長什麼樣子 一般的魚都只能活在 26度的28度的水溫中 但是觀眾朋友們 世界上還真是無奇不有呢 咱們將帶你去一睹 活在40度C以上的水溫當中的魚喔 聽說啊 在海南島三亞這一帶 有著一種全球最珍貴 特別的魚類 快來看看吧 在三亞呢 除了到海邊吸水之外呢 還有一個好地方 就是泡溫泉 你一定會覺得說泡溫泉 哪有什麼特別 台灣很多啊 可是這裡的溫泉特別不一樣 不是說要介紹魚嗎 怎麼會提到溫泉呢 現在要帶大家來看這裡 最特別的溫泉溫泉 是什麼呢 你看 這根本是池塘嘛 是溫泉騙人 裡面都是魚 我們來問一下經理好了 這裡是什麼 經理請問一下 這個是溫泉嗎 是人要下去的嗎 對 那為什麼會有魚在裡面 因為我們這邊的溫泉水 口裡面生出來這種魚 它的主要就是說 有一種特殊的功能 就是人一下子之後 它會奪人欣賞一些老化的土 海毛土 海蟹物 還有就是細菌 細菌 那它這個魚本來就是在 長在溫泉口的嗎 對 那這溫泉大概有幾度 現在有43度 43度 那這樣也不會煮熟 不會啦 順便喝完中藥湯喝魚湯 它已經習慣這種溫度了 哇 原來如此 真的被咱們猜中了 不過這魚問面也太特別了吧 水溫高達43度耶 人都快受不了了 更何況是它呢 我覺得魚有一種蜂擁而刺的感覺 我好害怕 水溫都沒 來 我覺得我是這個 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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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癢 觀眾朋友們 你見識到了吧 這只有在土耳其個海南島 才有的特產喔 除了能耐高溫之外 你知道 它居然還會幫人吃下老化的角質細胞呢 是不是非常特別呢 而如果 你有機會到海南島來遊玩 不妨來體驗一下這大自然的恩寺 泡溫泉 健護膚喔 世界吃大真是無期不有 對不對 我們看到突然那個魚在那邊是活的 43度 溫泉的標準溫度 但是呢 你知道為什麼在牠腎這樣叮叮叮 你知道為什麼 吃牠壞死的皮 細菌 牠還要在餵食物嗎 不需要了 就吃那些了 而且那個魚可以拿來吃 那問題是誰要來吃 吃我細菌的魚我在吃牠 但是餓的人他就是會吃啊 怎麼可能人吃魚魚在吃人 真是一個很小的循環 食物也對 好苦 我怎麼寫 1號 Come on 1號 我平時都拿來了 真的 來… 真的 女神 催眠可以讓妳胸部變大 真的嗎 這是真的嗎 這樣妳相信 妳別再賣光 賣光 賣光子了 我們一起 對啊 好啦 那那個皮脂今天阿雅是試驗子 我一定有榮幸嗎 有啊 觀眾朋友陪我一起賣入A家罩杯吧 現在是A減 能夠把它弄到A家 我們就覺得妳真的是女神了 好不好 那我們這樣好了 先來進入我們下一段 然後妳們下去底下做這一段的這個 好… 我們就等妳們 先量一下 先量一下 老師妳拿皮脂幹什麼 妳拿三角板量就好了 很壞耶 31.2 好 31.2 待會兒我們就是說 現在怎麼量 好不好 老師量那是標準 兩位就準備一下 我們下去 催眠要多久 20 20 妳信任我的話就很快 但如果抗拒的話 我就要花一點時間 只要能變大 妳要我怎麼信任妳 我就怎麼信任妳 來吧 老師啊 不管花多少錢 怎樣能變大好不好 平胸天候阿雅 催眠風兄 大搶救 用妳的 把氣吸到我丹田 像妳的丹田吸得鼓鼓的 再用這個 把氣一絲一絲 把氣吸到我丹田吸得鼓鼓的 深深一些口氣 這個時候 感覺妳前胸 雞壓在胸口 所有的壓力 舒服的呼吸 完全透過妳的吐氣 一聲 妳就感覺 妳的乳腺 妳的乳腺 此刻 妳的乳腺 完全聚滿了妳的乳腺 那種熱烈的感覺 讓妳感覺 讓妳感覺 慢慢地 慢慢地在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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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瞧 一心想變大的阿雅 多專注的神情啊 而在時間經過二十分鐘的催眠之後 阿雅表情看起來似乎 散發出一股傲人的迷人自信喔 在經過三十分鐘的催眠豐胸之後 到底她會大多少呢 快來看看吧 歡迎大胸部阿雅 大奶阿雅 來了 以及我的美麗的老師 催眠豐的阿雅 胸部真的變大了嗎 最另類的泳春團表演 妳接過吧 預備 請 第二招 無心敲手 最後一招 第十招還有 收工 來 一二三 而且她嘴巴一直會唸 一二三 好可怕 真的嗎 歡迎大胸部阿雅 大奶阿雅 來囉 以及我們美麗的老師 來…兩位… 好自信喔 天啊 天啊 不要跟妳要電話 對 來… 我好想摸一下 老師… 介紹一下 我跟妳講 眼見為憑好不好 剛剛是31.2 現在皮尺拿在手上 而且 吳宗憲 我知道妳很想叫我走台步 但我今天不想走 沒有 剛好沒叫妳走 我們要量完才知道好不好 我想知道 妳那時候當時催眠感覺是什麼 其實就很放鬆 放鬆 有順便睡覺嗎 放鬆喔 所以一邊跟他量一邊 我還是很聽得到大家在講話 什麼的 妳有聽到我說你胸部很小這件事嗎 好像有耶 沒有啦 老師啊… 為了安全時間 我建議… 來 辭借我 你想幹嘛 又要趁機吃我豆腐 這樣量會比較安全 大哥 我手臂綁住了 不是 這是量下圍 我手臂在裡面是吧 至少多了六吋好不好 不…不可能 三… 天啊 算是多少 三十九點八耶 三十… 三十… 三十一點五 那是大了幾公分 零點三 零點三 零點三公分啊 零點四零點三公分 零點三 那懂得沒什麼大嗎 零點三 這個才幾分鐘而已 對 它是這麼神就變魔術了 但是它這個等於是化腐朽為神奇了 老師太厲害了 零點三公分很多了 一天零點三公分 一年就好多了 對 以後我就要用扛著 是誰 妳倒是心裡的感受是什麼 妳真的有覺得現在是變大嗎 就好像會覺得脊椎會變比較直一點 就一直 就是忍不住的想要挺胸的 真的好挺喔 因為有自信了嘛 對不對 怎麼辦 我好怕你追我 憲哥 他已經拔到你了 沒有…如果有債務關係 我是一定會追你 老師太厲害了 掌聲再給他鼓勵跳 厲害 再次謝謝老師 謝謝… 我們休息一下 沒有啊 所以你看 老師這個催眠 算是特別的對不對 妳幹嘛啦 其實我覺得他就是給女生 一個自信啊 因為有自信的女生就會美 我剛剛這個你們在催眠 我在旁邊 我一直聽 它是一種鼓勵 對 內分泌從各方面都有鼓勵到 你們看到那個內容嘛 是不是 相當不錯 到底是怎麼樣 你們自己去研究 好 那怎麼樣 妳講 你頭真的很小 真的嗎 我小 她縮小好多 天啊 我這小頭瑞蜜 小頭瑞蜜 沒有啦 就大概這種方式 太厲害了 好 那麼接著下來 這個單元觀眾朋友 大家的最愛 立刻進入我們的 人不可貌相